今天开始讲数字四 一二三四 咱们按顺序 佛家讲四大皆空 指的是地火水风 它是指这个 世间存在万物 离不开这些东西 这个是四元素 就由这些构成的 他们外国人都习惯用这个四 你看这个西方希腊 他们叫做空气水阳光土地 现在我们西方也是这样讲 他们那个时候用的词不太一样 叫做温度 叫做什么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就是生命啊 它离不开这些元素 我们现在科学认知的 就是说凡是一个生命 它就要有这四样要素 你看西方现在就是说 我们认为的这个数学 不光是数学 就是分析问题的时候 喜欢画一个横竖轴 是吧 四个向线 两个都好这样 两个都不好这样 然后其中一个好 一个不好 另一个好 另一个不好 是分别在这四个维度 其实它是一个平面的 很多问题 它并不全部 但是呢 我们就 呃 象征意义的 把它作为这个 就是 一个 四等分吧 就把事物的四种看待 也没有错 有的时候呢 它可能还要加一个轴 就是长宽高嘛 因为它是平面的 二次元的 我们要立体的三位空间 要这样 看看具体情况 你看这个地活水风啊 中国讲金木水火土 是吧 差一个 差在什么 我们下一个讲 地活水风 还有一个空 这个就构成了五元素 那这四个跟这五个 是不是一样呢 嗯 还有一套说法 呃 中国也讲啊 就看春夏秋冬 这个是最常见的 是吧 一经里面就把它分为圆横立真 这个 就是反正万事万物 它是一个循环 啊 某种意义上 角度说 它就是一个 呃 四等分的划分 啊 有的是三等分 有有八进制 六位数 就是这样 啊 这是一个整体 我们讲这些呢 都是最基础的根源的东西 去深挖它其中的原理 来源 啊 哦 哦